好 所以接下來一種文章叫做敘述文 敘述文是什麼呢 敘述文無非就是 我關不起來了 敘述文無非就是風花雪月 我們要描述一個事件 一個人事物就是這樣子 敘述文就是描述一個人事物 那基本上敘述文 英文叫做narrative narrative的意思就是 我們可以是小說散文 短短的一篇文章寫一封信 這些都是敘述文 敘述文有一個很大的要徵一個特點就是 我 我 我們寫敘述文的時候都是我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我去哪裡玩 我們去哪裡 我認為我小的我喜歡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 都是我 我的學生都知道 剛剛他們在寫 論說文的時候不能用我 我跟他們講說我看到我呢 我就要把它立刻把花花掉 然後他就看說他整張紙上面都是立刻白 立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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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老師我都沒有字了 我說對 因為你不能用我 只有在敘述文的時候才能夠用我 當你給孩子一個敘述文的題目 如果老師給他的題目是 我的暑假 很糟糕的一個題目 沒關係 你還是跟他說 你就想我的暑假想三件事情 有兩種做法 剛才有個老師問我 他的問題非常的好 如果這個孩子他的組織能力不強 你就是說你問他說我的暑假 他連那三樣東西都說不出來 那三大部門 你說你暑假要做什麼 呃...玩 呃...睡覺 呃...翻臉 他沒有什麼組織能力 他就跟你講了一大堆的就是 或是畫家常啊 講了一大堆 沒有關係 你就讓他寫 所有他認為他暑假做過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現在挪移掉了 我們現在換簡單的喔 我這個把它貼在後面 如果有人要的話 可以拿回去做紀念 我先暫時放後頭 好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有個板擦嗎 謝謝 我們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 隨便丟一個題目給我 把你們認為最難的題目丟給我 隨便挑一個 不要不要找我的暑假 因為我真的是很無聊 我怎麼都在夢想 沒有夢想 沒有夢想 沒有沒有 我們這邊問一個 這邊有沒有人有題目的 隨便一個 你想說 好 敘述文 第一次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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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有更好的題目 不一樣的題目 沒有 第一次春遊 有沒有人 不一樣的題目 不一樣的題目 那是论说 一件难忘的小事 有其他不一样的文章吗? 好,那你来寻 男忘的夏丽颖 四选一 你想要用春油 没人 我的 难忘的一件小事 难忘的夏丽颖 好,那就是难忘的一件小事了 我的题目是难忘的一件小事 现在难忘的一件小事 就是我难忘的一件小事 有组织里的孩子 他马上就会写什么 他会讲说 做了什么 我去了什么 我学了什么 我看了什么 他马上就会把他讲出来 可是绝大多数的孩子 都是很琐碎型的思考 什么叫琐碎型的思考 就是他也每一个来头的就是 就是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OK,好 所以呢 遇到那样子小孩的时候 你就要写下 就跟他 每一个思绪写在一张便利贴上面 好 我们今天要写的就是 我最难忘的一件小事 那我们要先讲什么是小事 就是生活当中 我们都喜欢的 不经意的 不留意的 就是所推的小事情 好,所以我第一个 那我们要写我的小事 还是要写你们的小事 我就写我的 好 睡觉 就你写的 睡觉 嗯 运动 我觉得能够睡觉的是一下最好的事情 可是我又很喜欢运动 所以要把这个时间 跟爱的人在一起 唱歌 喝好喝的茶 通常你跟孩子谈天的时候呢 你跟他讲说有点些小事是你很喜欢的 他会讲很多很多 所以他讲很多很多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你说 哎那你不要讲 那个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的题目是 我们最难忘 哎 题目是什么 最难忘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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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允许他把他所有认为的小事 都写下来 不是吗 我们做大人 还有做老师 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小孩讲说 哦 那有什么好写啊 那不能用 下一个 他讲什么 你都用 为什么 因为等会我们在分成部门的时候 很容易就可以把他砍杀掉 不要在这个时候砍杀 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要脑力激荡的时候 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跟他讲 那个不重要 不要写 好 跟三五好友在一起 吃好吃的唱到爆 看电视吃零食 去电影院 你想如果是一个孩子的话 他写出来是不是会远比我们来读 他会写 打鞋啊 吃东西啊 睡觉啊 快跟朋友玩啊 到别人家 会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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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我们大人就比较少一点 好 再多一样 做新衣服 好 所以呢 我已经写了好多的小诗 在这个时候 如果孩子写完的时候 你要跟他讲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小诗是什么 你就通通念一次 那小孩子小诗都念完了之后 我们又要做同样的事情了 我们把它分成三大部门 所以呢 又要再一次 在下面画三条线 你们看到吗 同样的步骤 同样的步骤 好了 同样的步骤再来一次 就是我们要看哪些事情 跟哪些事情是有关系的 随便抓一个 运动 跟这个有关系吗 没有 这个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有 有 有 为什么 走呀 要出去 好 这个有关系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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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去 一起去 吃撑吗 没有 好 那我就把它放这里了 吃 好 吃 他也去吃 喝 你们好快 忽然间你们大家都醒过来了 睡觉 没有 好那就 好跟这个在一起 那睡觉呢 自己一个 然后唱歌 在这里 运动 都OK吗 做运动 这样子大家都OK吗 都赞成吗 当我们跟孩子在一起做这个步骤的时候 一定要他赞成 他就觉得不要 我这个要放那里 他要放那边没关系 因为他到时候开始写的时候就知道说难了 他会坚持有些孩子会讲说不行 这个就一定要放在这里 然后你会跟他讲说可是这个呢 没关系他要放那里就让他放那里 因为是他的写作 他会到最后要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就会发现说 不能用 然后就留到下面去了 没有关系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定要听小孩子的 他要怎么样架构就怎么样架构 好了 我们现在要分部门了 那这些我们要怎么说呢 运动 去电影院 三五好友 跟爱人在一起唱歌 做新衣服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是孩子的话 忽然他发现说这些东西有什么事情 这样 忽然你发现说好像不行 他就会开始跟你讲 这个不能跟在一起 这个没有 这个不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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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开始跟你说为什么不行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思考的过程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在一起吗 做新衣服 做新衣服应该不是 好 那我们就把它都下面了 还有呢 我运动是自己的运动 都不许吵我 运动 运动的时候是我自己的运动 我可以自己跑跑跑跑 跑好远跑好久跑好久 那是我安静的时间 所以你觉得呢 我随便是不是 OK 所以运动我会把它拿起来 运动我要跟睡觉放在一起 电影院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在一起 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做喜欢做的事 这边是做喜欢做的事 然后这个呢 就是吃吃喝喝不是吗 吃吃喝喝 这个是什么 个人时间 或是健康时间 健康时间 我们的诉求是最难忘的一件小事 所以不要忘了 我们不是只是在讲小事 我们要讲最难忘的一件小事 好了 我们的题目是最难忘的一件小事 这很烂的题目对不对 为什么很烂的题目 因为它并没有很完整的跟你说前面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讲金句啊 每个地方一定要传统的这幅画 我们都没有 所以我就要自己要制造一个 好 请大家去看一下序世文的开头 看你们本书里面 二十三眼 嗯 音效 做一個音效 我寫給你們看音效 不用不見了 音效 再這樣好了 把畫畫起來 對 音效 第二個是戲劇化 第三個是名劇 就是名人的劇子 第四個是比方 打比方 比方 打比方 是 打比方 等會我特別 德肥講解 所謂的比喻比方跟比擬 都不一樣囉 好 第五個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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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的 第五個就是 你還沒有寫 就要先總結 總結 summary 總結 好 我們先用第一種來開場 音效 音效 我的跑車 再次的填在家門口 老公來接我 又可以去做我習慣做的事 生活當中 有很多瑣碎的小事 看起來不覺得有什麼 可是卻讓我每天的生活都很有意義 在我的生命當中 最難忘的一件小事 是這樣開始的 這是第一種 所以一個音效就是一個聲音 跑車開過來 或者是可以鬧鐘的聲音 對不對 鬧鐘響了 鬧鐘響了 我又睡醒了 這也是一個音效 音效有很多種 或者是 哇哇哇 哇 Baby又哭了 今天新的一天又開始 這種都叫做音效 所以當我們寫敘述文的時候 音效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學生通常都用音效 為什麼 學生的聲音段多的 超多的 所以呢 你跟他講說 用音效的開頭 他會講說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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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小時候又在叫了 或者是 哇哇哇 通常上好多人喔 就是 他們都會開始用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或者 哇哈哈哈哈 我又可以笑我爸爸了 就是 他有很多這種不同的音效 就 很容易就開場了 他都不講思索 就很容易開場 所以音效呢 就是 做一個聲音出來 然後帶進了這個動作 你就可以有個開場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戲劇化 戲劇化呢 是通常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種 他開始放音樂 對不對 然後一隻鳥飛過去 然後就看到一個很美的女孩子 就站在那裡 那叫做戲劇化 那你要怎麼寫呢 戲劇化的寫就是 就是 淋望著窗戶外面 再一次的 陷入了 無盡的思緒 想著 若冠年前的那一天 是什麼樣子的光景 把我帶到了這裡 這是很戲劇化 對不對 就是你要讓你的聽眾 你的觀眾 他跟著你的這個思緒 就掉到了一個戲劇化的情節裡面 這叫做戲劇化 這一個對絕大多數的孩子來講 他都是一個不願意嘗試的 可是當他們聽了很多 我剛剛講那種很噁心的開場之後呢 他們就想說我也要來 他們就想說我也要來 噁心一下 所以他還不懂的時候 他會覺得很困難 可是我放了很多的電影的情節 開場給他們看 讓他們去庆政 就是最有開場的十秒鐘 放給他看 就想噢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電影 開場前十秒鐘給他看 噢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電影十秒鐘給他看 噢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怎麼寫了 然後呢我再給他很多這樣子的例子 像我剛才噁心的話說了一堆 他站在玄海的邊緣 望著那一望無際的藍天 記憶又掉到了三年前的那一天 是不是很戲劇化 那學生聽著聽著 心裡想說 老師你現在在哪裡啊 就是要讓他們把人帶到那個境界當中 這叫戲劇化 是不是很噁心 雞皮疙瘩掉越多越好 這個叫戲劇化 名劇就是莎士比亞說過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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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般人都會用的 可是呢 名劇他的傷腦筋的地方就是 當你的題目不好的時候 這個名劇就很難用 像這個題目呢就是他沒有解釋 只是一個單一的題目 我的暑假 我的爸爸 最好的夏淚寧 這樣子的一個題目的時候 就我不是說那個題目不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單一的一個題目 他沒有解釋 通常老師給題目都沒有解釋 最難忘的小事 沒有解釋 都沒有解釋 就是很難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 當老師給這個題目 一般老師都是給這種題目不是嗎 都沒有很好的解釋的時候 學生要怎麼辦 孩子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要做到這一點 所以當我們沒有很好的解釋的時候 你用名句很難 因為你會想到底是哪一個名 甘乃迪曾經說過說什麼 最難忘了一件小事 就是要問你的國家 然後問你做什麼 你可以問你國家做什麼 這個是個小事嗎 就很難想 那畢竟小孩子想像的空間是很小的 所以當你給他一個不好的題目的時候 他就更難去想一個好的名言 所以通常這一點 我們會讓孩子去背一些名句 可是你要從這個名句的搜索資訊當中 去抓一個他這個題目可以用的很難 因為一般老師給的題目 都不是很想盡的一個題目 所以再說是老師的朋友們 你要記得以後你要給題目的時候 要給一個好的題目 就是要你要解釋得很清楚 這個題目後面的背景是什麼 接下來就是打比方 比方跟比喻跟比擬是不一樣的 我要解釋一下 比方是包括三種不同的東西 要麻煩你再幫我們寫一下 比方包括三個東西 比方打比紅色 你打個比方吧 打個比方是有三種方式 一個叫比擬 比擬 第二個叫做比喻 第三個叫擬人化 擬人化 這個孩子很喜歡用 他們從小學二年七三年級開始 就已經是比喻跟比你的非常強的 什麼叫做比擬 比擬就是把你自己當成是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比擬 比如說我跑得像風一樣 我跑得像風一樣 我跑得像風一樣 我跑得像風一樣快對不對 我的脾氣像火山一樣 所以我是在把我自己比擬成 好像我是那樣一個東西 這叫做比擬 比喻就不一樣了 我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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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海 這是不是感覺起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是海 我是風 我是火山 這就是比喻 這是比喻 直接把你自己說成 所謂叫喻呢 喻就是口子 嘴巴嘛 直接把你自己說成是另外一樣東西了 這叫比喻 有一次我的學生他寫一篇文 他說 門口踩那塊那個門 門 他腳墊 他說我是他腳墊 我說 你的意思說你像一個他腳墊 他說不是 我 就是他腳墊 我說好可憐喔 他說對 一生被人踐踏 我說你現在在戲劇化嗎 他說對 所以呢 一個孩子懂得怎麼樣用比擬跟比喻 他寫出來的東西 就已經會跟其實孩子有點不一樣了 最後你人化 你人化 就是把一樣非人的東西 給他人的個性 非人的東西 給予他人的個性 例如說 這支麥克風 這支麥克風裡面的電池 像風一樣的在跑 所以每三個小時 我就得追著他 再放心的 電池給他吃 大家看會吃東西嗎 不會 電池會跑嗎 不會 可是我給他人的 人的這個特質 把他放進去 這整個房間 感覺起來 是要把我吞食一般 房間會吃人嗎 不會 可是好我用這樣的方法 去形容一個感覺 好像這個房間給我很大的壓迫感 我就說這房間真的要把我吞食了 就叫擬人化 好 所以這三種比方 就是讓學生來用 你可以用哪個比方 最後總結 總結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就是 學生已經要知道 他到底這篇文章要寫什麼 他已經都知道他文章要寫什麼 那就先把總結先寫出來 當我生命中 經過了如此難忘這件小事之後 我的人生再也不一樣了 每個人都會覺得 小事是小小的 可是 人生中有的時候最難的 也就是 能夠在小事上面 學到很大的道理 不是嗎 然後才開始講這個故事 才開始講 這很難 因為這是道莊的 所以對學生來說 這是比較進階的 所以有五種開場的方式 哪一種最簡單 音效 音效 學生也是會告訴你 是音效最簡單的 好 我們去拿剛才的那個音效 不要忘記了 我們要講最難忘的小事 所以一定要講因為難忘的小事 可以 每個人生命當中都會有很多 噢 跑車又開到了家裡頭 老公來接我了 又可以去做喜歡做的事情 每個人生當中都有很多的小事 可是呢 其中一樣是讓我 又難忘懷的 第一段 我和我先生都有很多我們喜歡做的事情 每一個週末都一定去電影院看電影 有的時候呢 就會約著三五個好友 我們去不同的地方一起過週末 當然能夠跟愛的人在一起 是最美好的事情 特別特別覺得可愛的就是 當我唱歌的時候 我愛的人都在旁邊聽我唱 這讓我覺得很美好 雖然做了很喜歡做的小事情 可是沒有什麼是比得上 將要發生的這件特別的小事 這件事情的發生 是在我們一群人吃吃喝喝的同時 當我們去吃吃喝喝的有一天 我吃撐了 那天完全不應該發生的狀況 可是因為很愛吃 所以我整個人是倒在餐館 完全起不來 然後在我很痛很痛的那個時候 我才發現我的先生有多麼的愛我 他在那邊 足足地陪了我五個小時 雖然吃東西是件很小的事情 我們愛一邊看電視 一邊吃零食 一邊看電視一邊喝茶 可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吃撐了 我的老公在旁邊 靜靜地陪我做了五個小時 這麼樣小的事情 是讓他讓我感覺到 他有多麼多麼的珍惜我 人生當中這樣子的小事 就讓我更珍惜健康的時間 所以我每一天都注意我的睡眠 要睡兩三個小時 絕對要運動 而且運動還是我自己能夠沉澱 靜下來的時間 好了 我是不是就寫完了 到最後我們看一下敘述文的結尾要怎麼寫 所以學到的功課教訓然後希望對不對 所以我已經寫完到這個地方了 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珍惜人生當中所有的小事 雖然我所經歷的 是我很難忘很難忘很難忘的一段時光 而且又在參觀裡面 讓我覺得面子全失 可是因為這樣的小事 就讓我更加的懂得珍惜健康 還有和我在一起的人愛的時間 你結束了 這是不是一個很敘述文的一個過程 你就可以寫出一篇文章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寫敘述文的時候 我是非常的個人 非常個人 是很自己的 因為都是我我我我我我我 就不像是議論文或者是論說文 是很普遍的 大家都能夠參與在當中的 由於它是一個自我的東西 所以最重要的敘述文就是教導 敘述文如果不教導的話很無聊 好我剛剛寫完了對不對 我自己就覺得很無聊 很無聊要把它變成不無聊 不無聊的時候就一定要用比方 我就跟我學生說 你文章寫完了之後 每一段都要進去 然後把它變成不無聊的話 要用比方 不管你是用比你或者是比喻 或是你人的話都可以 好了所以我剛剛文章寫完了對不對 我現在要回去了 我把它變成不無聊 我想我怎麼不無聊呢 好吧 跟三五好友在一起 把它變成是你人話好了 跟三五好友在一起 簡直是龍蛇混雜 跟他們在一起 每一個人都似乎要 跟三五好友在一起 簡直是龍蛇混雜 其中蛇總是比龍多 所以呢 總是弄得雞飛狗跳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把你人話放進去 可以跟愛的人在一起 就像是沉浸在夏天的 軟軟的沙灘上 那樣的感覺 我就把這個又插進去 所以當我寫完了之後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比方比喻 通通再放進去 當我在唱歌的時候 就如同在天使旁邊的 那一個獨唱家一樣 所以很喜歡大家在旁邊聽我唱 我是不是又把這樣子的一個比方 又放進去了 所以原本很無聊的內容 是不是忽然間變得 欸 有一點顏色 那當然在孩子經過這個 教稿的這個 精雕細琢的情況之下 他要花時間的 每一個地方都要花時間 否則的話 一年級的小朋友 你跟他講說 寫動物園 他就去 我看到什麼什麼的動物 我看到豬 我看到大象 我看到獅子 我看到馬 我看到斑馬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如果他回去 跟他講 好我們現在把它變成是有比方的 我看到了 長得像石頭這麼大的一頭大象 他的耳朵 像是我爸爸的背那麼大 又看到了獅子 那些獅子 長得很像前天媽媽送我的小熊熊 看到了斑馬 這隻斑馬 他的高就遠超過了我 地底那麼高 所以他在形容每樣動物的時候 都可以加進一個比擬 比喻 或是你人話 是不是這篇文章 忽然間就變得比較有意思 我們讓孩子在寫作之前 都練習很多比擬 比喻 比方 你人話 他如果能夠善用的話 在寫文章的時候就會 忽然間覺得輕鬆很多 如果不能善用的話 就會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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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樣做一個很好的 比方 比喻比擬 你人話的訓練呢 通常都是比他們東西 例如說 我們做這樣的腦力激盪 就是在寫作課開始之前 我就會拿很多東西放在旁邊 然後你說好 杯子 請把杯子你人話 然後選人就開始很緊張了 我會走到了他旁邊說 杯子你人話 他就很緊張了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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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個人 人有很大的度量 好 杯子 他女人話完之後 杯子 比喻 比方 杯子 比喻 我是杯子 然後我跟他講你是杯子 然後呢 他講說 我是杯子 因為我可以裝住所有人的情緒 很好 下一個 然後就杯子 杯子 你要打 比你 比你 然後就 我 我的嘴巴像杯子一樣大 好 很好 就是我會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走在教室裡面 他不會沒有關係 可是他會很緊張 因為他覺得很好玩 他想要在大家面前呢 能夠很快的有一個答案出來 所以我會走著走著走著 然後那個口袋裡面很多東西 然後裡面很多東西走來走著 就 你人話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在寫錯課的時候 都要很緊 就不是緊張 而是 很興奮的 而且很焦點 很這個 專注的 因為他知道說 不曉得什麼時候老師口袋 也要拿一個東西出來 你人話 我們學生跟你的表情一模一樣 他們很興奮 可是他都不知道說老師會掏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就忽然間掏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我會跟其他朋友說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就傳到你面前囉 所以你要現在趕快想喔 所以別的同學都沒有時間笑他 都沒有時間笑他 因為我說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就跑到你的面前 我口袋裡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喔 所以大家要一起想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想 然後想會的人 你就會看到開始有人舉手了 那開始有人舉手的時候我就會說 你慢慢想 你慢慢想 我們來看他說什麼 然後舉手的那個人 那個愛憲 沒有開玩笑 那個舉手那個人 我們就趕快去找他 來救他了 對不對 對 變得像魔術師一樣 變出很多 像魔術師之手可以變出很多的東西 好 這邊也有 哦 老師我是舉手的人 是 想打擾一下 是 就是我在看這個的時候 然後我會想到兩個 就是一個呢 是 就是想 好 確認的是 就是這個敘述文的話呢 也是可以想到 因為小事兒 我們現在在想 小事兒有哪些小事兒 然後還是可以用這個便利貼來寫的 是吧 是 OK 是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我想表達的是 如果在我現在的小學當中 如果這樣寫的話 一定會被老師批評的 那老師會做什麼 可能我看到這個難了 那些小事兒 就是剛剛老師這樣做的 我在想 我的這個思維告訴我 首先是一件小事兒 那老師肯定從到尾 哇 你到底寫完之後 你到底是幾件小事兒 第一是 好像好多事兒 你有沒有表達清楚 表達清楚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小事兒 就是可能最後 真的要把這個東西 就我們剛剛在看上去 那去給老師呈現的話 我覺得 以我老師 可能就現在的老師 可能他們會就直接把我的 你寫的就是什麼呀 真的可能 而且就是我看到這個難忘了 一些小事兒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在想事情 就是 就是 具體的一件事兒 具體的一件事兒 有沒有同感 具體的一件事兒 就是我腦子所有都在想幾件事兒 當然 就是老師在寫這個的時候 一件小事兒 就在想 我們的小事兒有沒有開了 那三個 三個 對 能想到 但是我就很矛盾 我真的這樣寫的話 我一定會被老師給 我覺得 我覺得 有可能會被老師拎出來 你寫的到底是哪一件 我讓你寫一件小事兒 你寫的這麼多小事兒 沒有主題 然後也沒有其他的 然後 所以我就想 那 那我就會那個 我對這個 這個形式 包括什麼 有非常地認同 我想到的主題是什麼 但是 但是我那想 我如果這樣告訴我的孩子 他一定會這麼問我 你慢慢站開不行 然後 驗小事兒 聽得懂 我了解 所以就有個這樣的疑問 我 我這樣子來解釋給大家聽好了 而且我相信 他的問題 絕對不是指他的問題 也是很多人都有同樣的一種感覺 我們如果現在 先想的是 要讓孩子能夠寫出一篇文章 因為 一個題目 要讓孩子寫出東西來 是困難的不是嗎 他都很困難能夠擠出一個東西來 所以當孩子他在寫 他的內容的時候 你必須要給他一個很大的空間 也就是 當他寫下難忘的小事的時候 他一定會想很多很多 所所歲不歲的事情 一定會 如果說今天你跟他講說 有什麼事情是你最難忘的 他會不會說 這個也很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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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他都很難忘 所以對他來講 是很困難去挑出一樣東西來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允許這個孩子 他能夠寫下所有所有的東西 是的 或許我們寫作是要為了讓老師開心 如果說這個寫作寫出來是 老師要評分 我們記不記得剛才一開始說的時候 我們就有說我們訴求的對象是什麼 我們的觀眾聽眾會是誰 那如果說我們訂定的我們的老師 是出這個題目的老師 而且這篇文章是要打分數的話 那當然我就不會這樣子寫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訴求是什麼 如果說這是一篇考試的文章 考試的文章呢 老師說這個是要打分數的 是難忘的一件小事 社會學生的我 我會問一個是 老師我們要寫的是一件事情而已嗎 只能講一件事嗎 還是說我要講的是一個難忘的 我沒有辦法忘記的一個記憶 我會問清楚老師 老師的訴求是什麼 因為這是考試 是要打分數的 我會問清楚 可是如果說是一篇作文 就是他需要寫出一篇文章來 他就必須要先這樣子的 把這個過程先走過去 那如果說身為家長 我們認為說 這樣子會太多太多的內容了 那也沒有關係 他都寫下來這些 全部的東西都寫完之後 你可以其中再指給他看 說那這個睡覺有難忘的事情嗎 你有什麼事情是難忘的 他說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拿掉 你問他說運動 運動有什麼難忘的事情嗎 有什麼特別事情很難忘的 是嗎 他也說沒有 這只是都是我很喜歡我難忘的 你如果問他說吃撐冷 你有什麼難忘的事情 他說有 有一次我吃撐冷好難過 好 可以留著 其他的都可以問他 他如果你說有 這些都有 我有很難忘的事情 你就把它留著 沒有的話 你就把它放到下面去 可以的 你可以問他 也就是為什麼便利貼 它是很活的東西 所以你在問學生 不要訴求要很清楚 要訴求要很清楚 因為題目不清楚 我們就要把這個訴求問得很清楚 所以你問孩子說 你這個有什麼事情是你特別難忘的嗎 有有有有 這個是我特別難忘的 這個有什麼 又會有 這個有什麼難忘的嗎 沒有啊 就是喜歡跟朋友出去 好 我們這個也不要用 這是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的 我剛才這邊寫就是便利貼士 可以隨時移動 可以隨時移動 所以當這個文章出來 不是你要的時候 你可以隨時去移動它 甚至繼續 謝謝老師 那現在就是一件小事 孩子告訴我媽媽 我最開心和最難忘的小事 就是跟爸爸媽媽一起去影院 我的問題呢 是說如果他這樣告訴我的話 OK很好 然後我是不是可以再就這個一件 影院 再開始寫其他一件 再用這個三個主題 去到影院的時候 回到那個博物館了還是什麼 再三個主題來考慮這個事情 對 所以如果說假設說他是說 就是電影院 其他是撐了什麼 都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任何的記憶 我就只有一個記憶 就是最難忘的就是電影院 然後再走一遍 我們就全部都不要了 然後你就再一次 你電影院告訴媽媽 然後你就再寫電力貼 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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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再一直寫 寫到最後 又通通都有了 你就可以再同樣的步驟再做一次 哇明白了 對 對 這樣子可以接受嗎 可以 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寫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訴求 我們的目的還有我們的聽眾 我們的指標 都會造成我們要寫的這個內容 跟方式會很不一樣 所以剛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剛剛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寫作一題 旅程的早餐 跟班下次批評 我們還要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去進行的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這個因為我們寫了 這個要多大 很遠 這是我們去看 今天是我們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那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重要的就是要记得为什么要用便利贴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随时任意的移动它 可以依题物的所需而做调整 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发现 我离题了或者是我这个地方好像要加更多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撤掉 加多或者是随时随地移动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写在一张纸上 因为写在纸上就要做什么 擦掉重写再擦掉 那你说如果遇到像是我昨天提的学生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他在擦掉重写是不是很可怜 很困难 他好不容易写了那么多出来 在擦掉重写 所以通常我们用便利贴的原因就是 他只要写一次这样子的咨询 任意的移动 然后会有人发现说 我离题了或者是这不是我要的题 或者是诉求不一样 或者是这不是老师要我写的 或者是这样子老师会骂我 都没关系 你就把它移动一下 然后再重新加入新的东西 都是随时随地可以依需要而做调整 很好的问题 好 所以呢 我刚才是要做的就是在课堂开始之前 给孩子很多的拟人化、比喻、比拟的这些练习 好 那最后呢 在你们去吃中饭之前 很重要 当我们给孩子这些方法的时候 每一天都要做这样子练习 你可以走到马路上跟孩子一起散步 聊天就是去去玩 不管是什么东西 你都要常常的给他练习就是 妈妈现在讲一件事情去想三个跟他有关的 或者是妈妈讲四样东西 或者三样东西 你去除掉跟他没有关的 这个是训练他的组织能力跟脑力很好的 例如说我讲蛇、鞭子、车子 其中哪个不一样 车 车为什么 行不让不一样 行不让不一样 你一定要问为什么 有些孩子他会讲鞭子 你不能讲说鞭子是错的 你一定要问他为什么 他会跟你讲说 神会动、车会动、鞭子不会动 所以你一定要问为什么 很重要 每一天你要给孩子很多很多这样的练习 你想说好无聊 我们在这边排队好无聊 不无聊 学习时间到了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你说三样 妈妈说三样 然后我们来挑一个其中不相关的东西 让他练习这样子的机会 你也给他练习的机会 从小到大 我的儿子跟我出去玩 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甚至会玩 一边路在开 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玩红车白车的游戏 红车白车 他选红车我选白车 然后一有红车开过去 我就要把他讲红车 一有白车开过去 他要讲白车 那谁比较满谁就输 输人就要打耳朵一下 我在一边开车就被人家打耳朵 很可怜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从小到大就是有很多的这样子活动 让孩子不在一个停滞的空间里面 觉得很无聊 他手机就要拿出来 对不对 同时你会把所有的时间 都变成是你们互动的亲子的时间 我跟孩子去旅行 我们去旅行 我们随便美国开一个巴士 就是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 你如果孩子没有活动 吵死了 住在那个学校的大巴上面 吵死了后面都在吵 可是你给他很多的活动 是不是忽然间 每个人小孩都有事情做 我会给小孩讲说 你会开始看车种 如果是风田的过去 大家就喊风田 你就看每个小孩子 再看风田车 然后应该讲说 绿色的风田车子 大家一开始订的绿色的风田车子 有很多的活动是让小孩子跟老师 有很好的互动 学生跟家长有很好的互动 为的是去激浪他的这个脑力 一直一直的在想的就是 怎么样的去组织他的思考 这些都是一个组织思考的一个方式 很容易的 你跟他去买菜 妈妈现在讲个东西 然后看你可不可以讲 三个跟他有关系的东西 花椰菜 你就开始看到孩子会很快的 赶快在超市里面到处看 你跟花椰菜有什么东西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就要想花椰菜长得像花 他就绿色的有根 他会开始想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他就忙死了 没时间烦你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孩子设计像这样子 让他具有组织能力的游戏 又不浪费时间 又让他有跟你很好的互动 又帮助他去长时期的练习 不是只是像现在写作了才开始来练习 常常在练习 好了那说到吃饭 现在又知道吃饭的时间到了 我们1点35分的时候 回来这个地方好吗 好 好